蓝西辰的人抢先一步,抓住了魏无羡。此时,密室里,魏无羡被两个人架住。蓝西辰看见魏无羡,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,快走两步,来到魏无羡跟前,啪!啪!狠狠甩了魏无羡两个耳光。 贱人,你竟敢背叛我?幻王恶狠狠地说道。他这两巴掌下了全力,魏无羡的脸被打偏到了一边,嘴角流下鲜血,两边脸颊都红肿了起来。 魏无羡被打得两耳嗡嗡的,没反应过来。幻王揪起他的衣巾,狼忘机给了你什么好处,你连你姐姐都不要了。 没有,没有,你还真是贱,你觉得,蓝忘机要是知道你是暗探,还会要你吗?要说狠,他可比本王很多了。 魏无羡闻言便不再说话,默默地低着头,想到太子曾经带他去过的暗牢,不知道落在幻王手里,和落在太子手里,哪个更惨一点。 魏无羡,你害得本王陪了夫人又折兵,你说本王该怎么惩治你们姐弟。 一听到幻王提到自己姐姐,魏无羡便控制不住了,大叫道,你别碰我姐姐,和他没关注,你有什么招数都冲我来。 魏无羡奋力挣扎起来,幻王还揪着他的衣巾,挣扎间,扯开了领口,露出了一片雪白的肌肤。 幻王被这突然露出的雪白肌肤晃了眼,他定了定神,看着魏无羡红肿的脸庞,美人就是美人,就算跌落下来,满身狼狈,也是美的。 这样被凌辱着流着鲜血,真真是我见有脸。 幻王一直就对魏无羡有心思,现在人就在自己手里,弄死魏无羡之前,尝尝他的滋味又有何不可呢? 想到这里,幻王平退了众人,将魏无羡压到了密室墙边的草垛上。 你想干什么?放开我! 魏无羡被吓得大叫。 想干什么?你不清楚吗?你天天在东宫跟太子都干的什么? 你不如也像服侍太子那样服侍本王一次,说不定本王能留你一命。 幻王压上魏无羡,不,不要,不要碰我。 幻王拉扯着魏无羡的衣服,大声说道,闭嘴,不然本王现在就弄死你。 啊,不,不要,救我,殿下救救我,魏无羡怕急了,他满脸是泪,出乎本能地呼喊自己最想依靠的那个人来救自己。 幻王听到魏无羡叫太子,恼羞成怒,本王看谁能来救你。 他起身,拿起墙上挂着的鞭子,狠狠地甩在魏无羡身上。 啊,啊呀,啊。 魏无羡被抽得满地打滚,豆大的汗珠细细蜜蜜地冒出来,鞭子上带着道刺,刮破他的衣服,然后扯掉身上的皮肉,渗出鲜血来。 魏无羡觉得全身每一个地方都在痛,他真的好痛啊。 幻王不知道自己打了多少鞭才停手,看着魏无羡全身血污,似乎有出气没进气的。 不过,幻王不在乎,他丢下鞭子,去扯魏无羡的裤子。 这时的魏无羡突然对幻王说道,太子对我下了情谷,你要不想死的话就别碰我,你说什么? 幻王停下来,看着魏无羡的脸。 我身上有情谷的子谷,除了身有母谷的太子,其他碰我的人都会被子谷反噬而死。 幻王殿下不信的话,大可以事实,说完魏无羡便闭上了眼睛,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。 没有想到,能帮他免于幻王侮辱的,竟然是太子给他下的情谷。 幻王沉思了片刻,说道,你最好不要骗我,不然本王让你生不如死。 说完幻王便出了密室,吩咐医师前来,医师给魏无羡看过以后,确定了魏无羡的体内确实有骨。 这下幻王便没法再碰魏无羡了,幻王对太子越发的恨毒,明明他才是长子,明明父皇最喜欢的儿子是他,凭什么自己总是被蓝忘积压着? 现在不过是个魏无羡,自己也没有办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 殿下,那魏无羡怎么处置? 幻王的侍卫问道,幻王看了一眼密室里奄奄一息的魏无羡,吩咐先关着,幻王想,反正自己用不了,那就留着谢分吧,加上他姐姐一起,有的是办法让他们生不如死。 之后便出了密室,他现在还被禁足,万事都要低调小心。 太子这边派了薛扬带着暗部去找人,到了夜里才寻到些踪迹。 知道魏无羡可能被幻王抓走了,但是他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,魏无羡就在幻王手里。 薛扬便提议,让他再去查查。 太子却表示,不必再查,在这偌大的京城,谁不知道魏无羡的他爱护,谁敢去动他,谁又能去动他,唯有幻王。 也唯有幻王,有十足的理由和胆量去碰魏无羡。 太子随后便招了聂大,让他召集了人马要去幻王府要人,另一方面,让薛扬继续暗中探查,以防万一。 灭大不免劝道,殿下这般重视会不会让幻王更加抓着魏侍卫不放,不如以静置动,不可。 难道姑表现得不在意,幻王就会放过线线吗? 这个设想根本不成立,因为幻王就是奔着要魏无羡的性命去的,只怕,以幻王的性子,魏无羡到了他的手里,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。 一想到魏无羡可能被刑训,太子觉得自己心好像被什么人掐住了那么疼。 他的献献最是胆小,最怕那些害人玩意儿了,他不能让他受那些痛苦。 太子带着人马来到幻王府,幻王被禁足,有皇宫禁卫守着,禁卫不让进。 太子便命人强行撬开了幻王府的大门,带人冲了进去。 此时的幻王刚刚从密室出来,就被禀报太子带人闯进了王府,正在搜府。 他收拾了一下,赶紧去了正院。 院子里面,太子正等着他。 幻王见太子带着人,如此肆无忌惮地搜府,他气急,也不行礼了。 对着太子说道,太子殿下,本王可正在禁足。 你怎么敢? 皇兄是在禁足,可是姑没被禁足,幻王府也只说不许出,没说不许进。 你?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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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又有何理由搜本王的王府? 姑自然是有理由的,白天皇兄带人来东宫的时候,姑宫里少了东西,自然要找回来。 太子说道,呵呵,本王难道还会偷你东西不成? 姑没说是皇兄偷的,只是怕有人会浑水摸鱼。 你少了什么东西,能容得了你闯进亲王王府搜府? 本王定要在父皇那里参你一本。 姑,少了太子金印。 太子目光如炬地看着幻王,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那四个字。 听到太子金印四个字,幻王愣住了。 姑少了太子金印,别说是你一个亲王王府,就算是整个皇宫姑也搜得的。 为了魏无羡,他就算是把整个幻王府,整个京城都翻个底朝天也在所不惜。 幻王看着眼前的太子,突然觉得腿脚发软,竟有点站不住了。 你,你竟然拿太子金印来做油透,值得吗? 幻王轻声问道。 太子金印丢失,事情大到可以动摇朝纲,丢失太子金印的太子亦是有罪的。 看来皇兄知道姑要的是什么,既然如此,皇兄不如自己把人交给姑,姑大可以既往不救。 太子收起了力气,提议道。 幻王额上冒出冷汗,有那么一瞬间,他都想答应太子的提议了。 不过多时,聂大便来禀报,他们翻遍了王府的每个角落,却并未找到太子要的。 太子一时失神,莫问,献献,你到底在哪里?